他現在要吃一個會讓他放鬆的藥 就為了讓子宮不要太緊張 肌肉太緊繃 所以他吃完這個藥有可能會很想要睡覺 這都是非常正常的 好吃嗎?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狼 頻道就是兔兔狼 嗨 哈囉 看起來真開心 你在開心什麼 今天要直入了 好開心 我直入你開心啥呀 老婆養大了可以懷孕了是不是 是這樣嗎? 我講得好像你是工具一樣 不不不 我就是覺得 要增加家庭成員的感覺很開心 但是當然啦 直入還是不確定懷孕 要至少兩週的時間才有辦法驗孕嘛 就忘記了直入之後 恭喜這小家庭可以好好待在那裡 明年見這樣 然後我今天穿的超像睡衣 然後等一下會有一個神秘嘉賓 我們現在就要去接這一位 神秘嘉賓 喔 齁齁齁齁齁 等等等等 萬歲間沒來喔 他那個麻煩鬼 好想他喔 他那個麻煩鬼要是來會非常的麻煩 對我覺得他會非常麻煩 欸你這個髮型配這個墨是蠻帥的 很像衣夫人嗎? 衣夫人? 我剛剛想說像誰? 安安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到底多久啊? 半年吧 你今天睡得好嗎? 我看我睡得超好的 你真的訊息一開始我絕對睡不著耶 可是我好緊張 但我沒有說我睡不著 對他只是說他緊張 所以他是緊張但是可以睡得著 對 反而我沒有睡好 蛤?我覺得好緊張喔 你幹嘛啊? 我想說天啊我要看人家植入耶 我整個繞著 我這邊現在後面脖子到背超痛 我就只能這樣 啊你睡得好嗎? 我睡得也蠻好的 這是皇帝不及及時太監的概念 因為你們有準備很久了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就是今天了 沒有我跟你講我就是一個非常平常心 平常心到讓我覺得有點詭異 他急不緊張 然後又沒有特別期待 又不像小朋友就是要畢業旅行的這樣 前一天睡不著 或是很緊張很緊張睡不好 他都完全沒有 可是你不會想像說 我明天即將有一個生命要在我體內 我跟你講我心情複雜 又有點害怕又有點興奮 所以我決定用一個沒有情緒的方式 來展現我的狀態 沒有情緒就是吃好睡好 就好像很日常 對對對 你說的真好 我當個日常的家庭主婦 對就是很日常 我就是把今天當成一個非常日常的狀態 然後我們現在去吃個飯好不好 然後等一下再去醫院 就是去附近有一個賣場 那時間到 3 OK 吃飽就去醫院囉 對 怎樣 吃飽去醫院 好 移植之前你知道就是打針是要那些 但是移植的前一天其實也很多事情 包含移植完後兩天也很多事情 他就是給了我兩頁 整整兩頁的 注意事實講 他有分時間就是今天移植的時間 然後 可以他移植的狀態 然後以及就是移植後的二十小時跟移植後的四十八小時 第一個你不能自己來開車 就是你不能自己開車來 然後身上沒有任何有香氛的東西 其實我不懂為什麼 對啊這個是為什麼原理 不知道他就是說比如說有香水啊 或者是香水乳液啊 或者是什麼有香味的化妝品 或者是髮片 他就說都不要 移植當天不要有 再來就是你如果平常有在用什麼藥 他就是帶過來 然後 他說在移植前不要尿尿 但是如果你尿了就要跟他們說 我有個問題 移植前不會尿尿原理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他就是昨天下午發給我 所以我就是 所以你現在就是很自視化的轉交給我這件事情 你沒有理解 然後確定你的下面是有刮毛的 所以我昨天刮乾淨 刮毛這一點我能理解 對就是不要有什麼毛啊 或什麼其他東西進去 他說最好就是入口那邊是絕對不要入口 入口豎清清乾淨 然後早上洗澡 因為你要待在那三個小時 所以你去之前最好吃點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去吃東西 我覺得很棒 接下來移植完之後 現場的人員會跟你說後續的 用藥啊 休息啊 還有一些狀態 然後再來是移植的時候 他說移植的過程中大概是15到25分鐘 移植完之後要再恢復是 躺大概半個小時左右 再來就是後續的24小時了 再來就是你離開之後呢 頭一個24小時 你都不能洗澡 我不能洗澡 你不能洗澡 雖然我才問他說那我要怎麼大便 我跟你講你大便很久 真的是久到我跟你說恭喜都掉到麻糬 你大便還沒出來 你一定會這樣 大便還在肚子裡 我跟你講恭喜會直接坐滑水倒出來 對然後大便還在肚子 好可憐 恭喜又出來我還沒出來 然後他說現在要躺著 所以他可以這樣24小時的皇帝 因為他真的是皇帝 端茶倒水不用你負責 你可以非必要不要在家走動 所謂的必要就是比如說 你是上廁所啊 還有吃藥跟打針 你可以離開那張床就是起來一下這樣 打針不是你幫他打嗎 可是不行他就是要站著有時候是一個肌理 肌肉的關係 像他一定得站好 你就是盡可能的躺慢24個小時 不需要就不要動 不要洗澡 過了這24小時之後呢 你就可以洗澡了 你可以有正常日常的活動 但日常活動不包括運動 就是不要這麼智障 他也直接講說 他也不會運動啊 common sense 他也不會運動啊 這個不用講啊 然後你不要提重物 24小時的這一段時間就是當皇帝 我會把食物啊還有茶 就像一個徒人一樣蹲過來 然後主人請用餐 我已經都已經看Netflix 講說要看什麼片 躺著真的一片 然後再來就是 他說植入的時候有些人有可能會出血 但我也不知道出血 我沒有辦法想像 他說每個人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不知道會怎麼樣 植入的當下會出血喔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植入完還是什麼 你怎麼現在跟他講 他現在要進去你幹嘛跟他講 他本來不知道耶 沒有他說 每個人狀況不一樣啊 有一些會有些不會 那這種出血是像是摩擦到的那種出血 我也不知道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做那個腹腔鏡的時候 簡單來說就是 儀器進到子宮裡的那個 碳照 碳照 用溜血 沒有不會痛 那就是會有一些血的死像 不是有傷口那一種 可是要互點的等級 對 就是他也不是真的就是一點點 他就是真的要 要要點 小衛生棉 要點 好緊張喔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去 來到這邊緊張嗎 很緊張 我覺得很像是要坐雲霄飛車 他兩個人在旁邊怎麼這樣 我牙齒在這邊 我很像爸爸 跟老婆生小孩是不是 對好可怕喔 他剛剛對我說一些雞湯的話 他這樣握住我的肩膀 這樣子touch my shoulders and then 他說 你最難的都已經經過了 植入算簡單的 你想想看你之前多辛苦 是不是是不是 對未知的事情 總是充滿了緊張嘛對不對 人都有第一次 他現在要吃一個會讓他放鬆的藥 然後他說 你吃這個藥呢 是為了讓子宮不要太緊張 肌肉太緊繃 所以他吃完這個藥 有可能會很想要睡覺 這都是非常正常的 好吃嗎 那第二天 那我們繼續簽文件囉 我等一下會很痴呆啊 不是他是說放鬆 放鬆 那如果有的話我放進去 我也要穿衣服 但他給我的衣服很像那個實習醫生 他很帥對不對 怎麼差那麼多啊 對很帥喔 那他說裡面很熱 所以他建議就是毛料容易塗掉 褲褲啦 我是美腸 褲褲的話是褲子以下全空 上面的話可以保留 對他說 可是因為裡面熱 所以穿少一點比較好 好我們兩個 現在都換完衣服了 現在就是在凳 你看他那邊都準備好 因為你要解凍啊 你要有一些 祝前的準備 等整個OK之後 就會把他帶領到手術室 期待 我已經快睡著了 你要去坐在那裡休息嗎 我要換一下 這個不該在我的前面 好好好 OK 這個我們會有一個胸癌 這是XY 就是男生 6天生 GAA 就是很漂亮 OK HB 就是HATCH H是HATCH OK 所以你看HATCH 就是HATCH 然後再次掉下去 OK 給我手指 我希望你測試這個 你看那是 這個真正的標誌 就是我們從我們抽到的 唇膏 由我們儲了到小孩 所以這標誌上你的名字 好運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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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歡迎 你看到恭喜 6天的恭喜 就像個泡泡一樣 你喜歡泡泡 抱歉啊 抱歉 你媽媽就是因為吃了鬆子劑 就她現在開始有點麻煩了 但是原諒她還不是 看妳就像泡泡 沒錯 妳就像泡泡 不然妳想怎麼樣嗎 她就像泡泡 怕妳跟她講 這媽媽現在很全靈 就是只剩眉眉毛遊戲 眼睛是沒有動 好笑 她現在要 檢查然後植物 這感覺好奇怪耶 為什麼 很妙 很妙 我現在又想睡又緊張 睡覺睡是正常的 這樣就是會想睡覺 看到這個白色點 是 這個白色點就是 它移植進去的時候 它移植進去的東西在裡面的地方 嗯 還拍了另外一張照片 是這樣 看到有沒有兩個點 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角度不一樣 這個你們可以保存一下 再過大概十分鐘就夠了 好謝謝 好謝謝 哇 是我跟恭喜的第一張合照耶 看起來好開心喔 妳看起來很開心 我剛剛幫妳這樣拍 我覺得妳要過來 趕快傳照片給外面乾媽 她現在一定很著急 裡面到底發生什麼事 好緊張喔 我拍給她看 一聲說她有浴港 沒有海浴 因為一切太順利了 可以把車子開到這邊來 然後我們讓她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妳可以躺著的就不要坐著 可以坐著的就不要站著 然後可以不要走就不要走 一般情況下呢 就妳回去 假如妳有發現肚子痛的情況 就有點像是肌肉那種 腳痛的情況 是比較正常的一個現象 然後或者假如妳有看到 妳有留一些粉色的一些分泌物 這個也可能會發生的 好的 謝謝妳 那我可以走下去了對不對 對妳可以走下去 好 謝謝妳 OK好的沒事 然後回去路上小心 坐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妳可以把座椅 它那個背往後調一下 怎麼樣都還好嗎 好啊 有流血嗎 沒有 醫生說她的狀況非常非常的順利 醫生說妳很適合身是不是 妳在拍我 我現在長得很好 妳現在長得很好 要拍妳耶 對啊 妳看我還有這個 褲子很緊張 還穿這個睡褲跟拖鞋 來這位孩子的肝貓 參與恭喜的第一天 就是到兔寶的肚子裡 妳還不知道 恭喜是一個什麼樣的孩子 但是妳有什麼話想對她說 她以後可以看這影片 我希望她呢 能夠有一個 開心的童年 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 能探索這個世界 然後看更多這個世界的面向 沒有要乖乖的部分嗎 嗯 我覺得太乖小孩不有趣 我覺得妳很棒 妳跟我們的想法一樣 就是會有點無趣 至少可以跟她 來個母女之間的 較量 期待她的到來 然後應該有很多姨姨 都會一起黑她玩 什麼姨姨 妳們是乾媽好不好 乾媽沒有錯 我說還有其他的姨姨啦 我還沒想好耶 想不到生母是無話可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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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是什麼雙持器 我覺得她把我的腦都鬆弛了 妳知道嗎 由於現在這位就是一坨爛泥 所以我來接手攝影師的工作 OKOK 想問一下 今天恭喜進入兔兔的體內 妳有什麼感覺 很奇怪的感覺 但是是喜悅 有很多很多喜悅很開心 我希望就是這個開心 可以延續到她整個童年 她整個就是一直很興奮 上她肢體 你就知道說她好開心 她剛剛只是在換衣服 你就會覺得她在笑 笑著換衣服超怪的 戴口罩我還是知道妳在笑 妳甚至都不知道妳在笑 請問妳是不是在開心 妳即將要多一個小奴隸嗎 妳知道嗎 我覺得這是很奇妙的感覺 是我也不知道我在開心什麼 可是就是會覺得 喔好像迎接這樣的一個生命 來到家裡 是一個下一個階段的感覺 對 是一種很開心的感覺 然後 對 我也是希望這個孩子在 這個人生的過程中 可以探索自己 然後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然後做他想做的事情 只要不違法 我們都會支持她 好的我也會支持她的 就是這樣 那那個生母想完了嗎 生母的腳很生動 我不得不說 生母現在就是 真的很想睡覺 你知道嗎 好啦恭喜 妳看完不要傷心 妳在看完的影片的當下 妳可以轉頭問她 那妳現在有什麼話對我說 妳可以這樣問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放過生母的部分囉 那我們再來就是 再過一陣子要來做鞋減 做完鞋減之後 就可以知道 到底有沒有順利 懷孕 以及開始正常的要成長 那我們就期待結果的揭曉 那今天就記錄到這邊喔 生母還是可以說個掰掰吧 掰掰 掰掰力氣還是有吧 OK 我要載他回家了